大家会发现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面讲到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个转折点 提到了北非的阿拉曼战役 中途岛海战 斯大林格勒战役 认为这三大战役是二战的整个转折点 尤其是斯大林格勒战役 应该是整个二战扭转乾坤的一战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课本里就 没有把诺曼底登陆当作扭转战局的意义 我们可以把斯大林格勒战役 和这个诺曼底 你搁在一块 你比一下就只有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1942年的6月28号 一直打到1943年的2月2号 双方的损失同样很巨大 但是他的战略意义特别重 一下子就等于把希特勒气势惊凶的事业压一下 那是在二战战场上 德国军队第一次真正的失败 保禄斯带领的第六集团军全军覆没 第四集团军的主力也基本丧失了 保禄斯也是奇特勒手下第一个投降的元帅 就是对德国法伊斯的士气沉重的打击了 所以这一战役 德国法伊斯由战略进攻转成战略退缺 这是真正的二战战场上扭转乾坤的一战 而且这一战打的也是空前惨烈 伤亡人数是比诺曼底登陆伤亡的人数要大得多 斯大林格勒战役被称为人类战争史上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 从1942年6月28日到1943年2月2日的199天里 战争让斯大林格勒变成了一片瓦里场 腾市中80%的居住去不摧毁 在满是瓦里和废墟的城市 全苏联第62阶传军顽强抵抗 在城中的每条街道 每座楼房 每家工厂内都发生了激烈的枪战 但不前线作战的红军战士 平军存活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 二元独洗 ا冹 一按二一 Ст new 一5代目的门 追寻 он 370万人 soul 每一 Jupiter到了 一 Judah 一只 någrafps冰 一只ahu一位 手冶战士 对前苏联统计 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军伤亡112万人 而德军共伤亡150万人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 不仅终结了德国 从1941年以来保持的攻势局面 也使轴心国损失了其在东线战场的四分之一的兵力 而反观诺曼底登陆战役 被誉为战争史上最有影响的登陆战役之一 从1944年6月6日至7月初 美国 英国 加拿大的百万军队 17万辆车辆 60万吨各类补给品 成功地渡过了英吉利海峡 到7月24日 战争双方约有24万人伤亡 其中盟军伤亡12.2万人 德军伤亡和被俘11.4万人 诺曼底登陆成功 美英军队重返欧洲大陆 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态势 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经过这个比较我们不难看出 我们课本里说到斯坦林格保卫战是二战当中的转折的战役 这个概念是准确的 其实在1942年6月份的时候 当时啊 苏联红军几乎承担着希特勒所有精锐部队的这种压力 因为那个时候呢 希特勒看明白一个形势 他觉得英美暂时不会登陆到欧洲 去开辟第二战场 所以他敢于呢 把西线的精锐部队挪过来 他想快速的避弃攻击 直接就把苏联红军拿下 然后回过头和英美讲和都来得及 就我能拼我就跟你打 拼不了我跟你讲和 反正这一边事实上土地都是我的了 所以看明白这个局势呢 希特勒胆大就开始把军队东线掉 在41年9月份的时候 斯大林已经看明白这部企业 他求罗斯福出劲 说你们赶紧出兵吧 开辟第二战场减轻我的压力 咱都是盟军吧 可是英美当时的借口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还实际不成熟 当然这个实际当时确实不是很成熟 可是英美双方有更多的心理活动 他们是希望苏联红军和这个希特勒两败俱赏 他们拼他这点的坐山观活动 坐收于力 因为当时英美心里头就有这个小舅舅 打仗的时候跟苏联是盟军 如果真把德国打败了之后 苏联马上成为他们最强大的敌人 这事实上也证明确实如此嘛 二战结束不久之后 邱吉尔发表了这个铁幕演讲 接下来东西方冷战就开始了 所以那个时候 他有坐山观虎斗的味道 所以在这种时候呢 等于是德国精日部队的力量 全部由苏联红军承受 当时在欧洲战场上呢 德军布置的一些部队啊 都不是他最精锐的部队 力量也不强大 我们曾经做个比较 说如果说德国军队战斗力是十 日本军队战斗力就是五 意大利的战斗力是零 甚至是负数 希特勒就说意大利的军队能惹事好投降 基本不起什么作用 所以当时苏联红军等于扛了 希特勒绝大多数的主流部队 那么他这个扭转千坤的一战 使整个战局发生了扭转 在这个之后 希特勒走进了战略防御 所以你要从历史地位上来讲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要高于诺曼底登陆 那么说为什么现在纪念的程度这么弱呢 这就是冷战之下延续的思维 就是英美到现在为止 他纪念诺曼底登陆 他会抬升自己国家历史地位 进一步确定二战以后 他们分割世界利益局面的合法性 而你如果下大力气认定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那是二战转折点 那这里边现在的俄罗斯你是无法绕过的 众所周知眼下俄罗斯呢 他这种崛起呢 英美这个同盟是不愿意看到这个现象 所以他通过纪念诺曼底战役抬高自身 通过弱化斯大林格勒战役呢 来贬低俄罗斯这一半 所以说他形成了这样一个呢 等于虽然是纪念历史 却有着强烈的照进现实意义的小九九 他打的是这个算法 那么即使这样看呢 我们说这是不公平的 就是说冷战思维的一种延续呢 有可能使真实的历史呢 失去客观 这个是不公平的 我们在这里呢必须呢得拨开历史的迷雾 要向大家澄清这一史实 1944年6月6日清晨6点半 历史上最长的一天 在枪炮声中拉开帷幕 历史两月有余 伤亡12万人 300万盟军渡过英吉利海峡 成功开辟第二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迎来重大转折 70年后 当我们回望历史 从斯大林格勒到中途岛海战 再到攻克柏林 漫长的二战中 有没有一场战役 可以媲美诺曼底登陆 本期老良观事件 带您一起重回诺曼底 那么即使斯大林格勒战役 它的地位要高于诺曼底登陆 但是我们今天看纪念诺曼底登陆 和纪念斯大林格勒战役 它的意义还不一样 你从现实意义上来讲 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乌克兰局势非常敏感 俄罗斯敢接手克里米亚 事实上已经向西方 强硬的展示了 自己大国崛起的态度 那么这一点毫无疑问 会引起英美为主要话语体系的 整个西方国家 它的不满 那么在这个时候 来纪念诺曼底登陆 把普京邀请 就显得意义非得寻常 因为在十年前 纪念诺曼底登陆 2004年的60周年的时候 当时普京来了就是个配角 但是这次他不是主角 胜死主角 就东西方这个 有人提出这是新冷战 这种思维情况下 普京的到来显得耐人学味 而法国总统奥朗德 作为东道主 邀请普京前来 其实是等于客观上拒绝了 美国试图开启新冷战的这种企图 释放一个明显信号 我们不希望再搞冷战 欧盟本身和俄罗斯 在能源问题上还有合作呢 所以这次纪念诺曼底登陆 70周年 它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其实是东西方 就乌克兰局势的一次短暂的会晤 尽管局面可能很尴尬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就美国怎么处理 接下来跟俄罗斯的问题 美国可以领导过去那个冷战 但以现在美国的国力 它在世界上 恐怕无法再一次掀起 一个新冷战的局面 所以在这个时候 英美法这个体系之内 它也不完全是铁板一块 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纪念诺曼底登陆 这个的现实意义很高 再从历史意义上来讲 以往纪念诺曼底登陆 那是英美法这些国家的一次纪念日 一般来说 战败过德国是没有份的 可是在十年前 2004年 纪念60年诺曼底登陆的时候 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 邀请了 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 这一下打破了以往的惯例 施罗德在现场受到热烈的欢迎 所以德国回到了纪念诺曼底登陆这个体系 使它的历史意义一样厚重 就是一个当时战败过 一个当时制造了如此多罪恶的国家 它回到了这个纪念体系 并为当年历史上犯下的罪恶 真诚的忏悔些罪 这使纪念诺曼底登陆的历史意义 加重加厚了很多 欧洲纪念诺曼底登陆的时候 当年的德国法医司 后代 他们真诚的为 先人犯下的罪过忏悔 可是亚洲范围内的 主要的法医司国家 当时的日本就现在 对当年的历史遮遮掩掩 还不肯正视